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躲在角落 还时不时抬头看 看起来似乎是心虚害怕被人发现 接着又从桌上快速拿了东西 放到下方的柜子中 他被控诉是在动手脚 新竹卖场内一间潮流玩具店 不只贩售公仔还有盲盒 而盲盒一箱中才有一盒隐藏款 吸引不少玩家想收藏 但店员却被指控利用金属探测器APP 按杠隐藏版 透过社群贩售甚至勾结黄牛 还会在柜台底下偷偷开箱 不是银仓款就在包装 卖给不知情的客人 店员被指控的行为 不止这些投诉人爆料 经常到店里购买公仔的常客 因为被认为有利益冲突 竟然教售其他贵位员工 对他言语霸凌 因为他跟某一些店员 或者是想要用这些来赚外快的人 利益上有了冲突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利用某一些方式去言语刺激 比如说整天在那边蹲着 有老公养每个月给你钱真好 不用工作好手好脚不去工作 跑来跟我们抢这些生意 一次因为不堪遭到霸凌着熟客 上个月底想不开 公司永远都是丢一些罐头信息说 请节哀我们正在了解这些事情 然后但是一些犯法 或者是不守规矩的玩家 或者是员工等等 还是天天领着公司的钱 在做这些额外的赚外快 公司还被指控得知整件事情后 态度冷漠 仅要家属节哀 随着原本计划 今年要做人工受孕 没想到离开人世 对于这些指控 总公司回应当地警方 已经介入调查 目前侦查阶段 相关内容不已公开 但一定会尽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奥运 到最后的路上 我都想到 这个人工受孕 然后再做一篇 到最后的路上 你是 数